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谈过多伦多胡宾一个为精神健康的筹款活动 暴雄基金会的Sashbury Watt 主要呢是要为有这个边缘性人格障碍 也就叫做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叫做BPD的患者来筹款 非常是有意义的啊 那么BPD的患者呢是没有主义分别的 华人也可能离病 这个时候呢暴雄基金会的服务就非常重要了 那么基金会到底提供哪些服务 我们今天就再度邀请到暴雄基金会的华人代表马美琳 为大家做个介绍 Mina你好 你好 欢迎 再度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 那么就是说就你参加这个暴雄基金会的这些活动的这个经验 你就是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数据支持 就是说现在这个BPD 到底在加拿大有多严重 这个BPD呢 据统计的话呢 有2%到6%的人口都有这个 整体的population啊 整体的population啊 这么多啊 对是的非常严重 然后这2%到6%的人口当中呢 有10%会选择自杀 成人 然后呢55%到85%的BPD患者呢 他们会有这个自残的行为 哎呀真是 然后呢 还有一个数据啊 我觉得也是应该引起大家重视的 就是在所有的 就是选择自杀的人口当中的年轻人 就不是我刚刚讲的这个2%到6% 是所有的 这个年轻人当中呢 有33%都有这个BPD的症状 也就是说 所有自杀的年轻人 三分之一是有这个 这个边缘性人格障碍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真的是非常严重 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是是是 那么也就是说 暴雄基金会 也就是这个Sachepair Foundation 那么它就是专门针对这个BPD 做筹款做服务的 对不对 那它到底提供哪一些服务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Sachepair WAC 这个呢实际上也是一种服务 是我们的一个标志性的活动 那我们有一个大块呢 叫Family Connections 那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多 然后投入也比较多 也做的比较好 反响比较好的一个活动 那么主要就是 每一个周期呢 是12个星期 12个星期 然后呢 这个有这个BPD 这个症状的患者或者家庭 或者是相关类似的情绪方面 有跟情绪方面有关的心理问题的患者呢 每一周来参加一次我们的这个活动 可以叫讲座也好 课程也好 培训也好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Family Connection 就是家庭连接这个课程项目呢 是由专业的这个心理医生 所创建的 然后根据他们的这个研究 然后根据最新的这个这个知识啊 给他们提供相关的咨询 OK 然后给他们一些support 给他们一些 包括技术上方面的 就是怎么治疗啊 各个方面 对 那现在我们这个项目呢 是我们的一大块 然后做的这个反响的效果 是非常好的 OK 对不起 你刚刚讲 就是说是专门是给BPD的患者家庭 还是说是其他有精神健康疾病 都可以参加 主要是BPD患者 BPD患者和那个相关类似的情绪方面的这个 因为我们的专家的资源 主要就是针对这一块的 治疗的比较多一些 OK 这是一大块 另外有这个Sachepier Walk 还有这个Family Connection 对 因为刚刚讲到BPD这个呢 还有一点呢 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我们设置这样一个项目 因为BPD患者 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产生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他 他的行为和情绪的不稳定 所以呢 他会造成跟周遭的人 包括亲人也好 朋友也好 非常紧张的人际关系 当然 所以呢 就是为什么我们取名Family Connection 也是希望说 让那个BPD患者 或者是类似的患者呢 能够更好的与人相处 是 走入到生活当中的轨道当中来 这样 是 那还有什么 跟学校的一些联系 还是怎么样 那您说的可能是我们另外一个项目 我们现在呢 在做一个试点研究 研究对象呢 是七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 那这个呢 就是为他们提供三十节 不同的这个 有关情感方面的这种课程 情绪方面的课程 然后来做一个研究 就是试点 对 这个试点 然后这个试点项目的所有的资金 都是由我们报熊基金会全面提供的 对 你参加了他们这个活动 也就是作为他们义工的这个代表 就是说你自己心里面有什么感想 我非常荣幸啊 今年能够作为这个义工组织者 参与这个活动 那在这个活动当中呢 我接触到一些BPD的患者 和家庭 我深深的感受到 这个对他们的人生有多大的影响 当然另外一方面呢 我也接触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义工 因为刚刚我提了 我们有每年都有一百多个义工 所以我就非常希望就是说 如果能够在我们华人社区呢 也有一些义工来参与我们活动 也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我们所有义工 齐心合力 这样奉献自己的力量 能够让这个心里病患者呢 能够走出阴霾 能够生活得更好 OK 那么除了义工以外 就是我们一般社会大众 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这个 暴准基金会 首先第一个就是参加我们 今年5月26号 这个Sachibill Walk 对不对 就是大家 每个人参与 实际上就是支持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可以报名做我们的Volunteer OK 对我们有不同的Volunteer 就是义工 另外一个如果说 想要给我们捐款的话呢 我们网站上面 最右下角进入我们的网站之后 最右下角呢 有一个捐款的这个按钮 OK 然后如果点进去的话呢 就可以为我们捐款 是 那如果说这个捐款超过20元以上呢 我们都会提供正式的税单 是 对 那很好 反正就是做义工 对不对 参与活动 然后呢 捐款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 那你就你所知 就是暴准基金会 未来有什么特别的计划 或者怎么样 想要做什么 像我们这个 Sash Bay Walk 这个肯定每年会进行 是 然后另外一大块的 就是计划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Family Connection 这个呢 是 我们要把它扩大 就是希望 就是我们的目标是 所有的加拿大的 有这个BPD的问题的 或者是情绪相关的 这个心理健康问题的 患者都能够来参与 我们的这个项目 从中收惠 一定要就是说是 被诊断出来的 才能够参加嘛 对不对 也就是说这些服务 对不对 一定要被诊断出来的 对 那我了解 OK 好 如果说是大家 想要了解更多 那么怎么样 跟着暴准基金会联系 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你们的网站 对我们的网站 sashbay.org 对 上面所有的信息都有 OK 好 谢谢马美玲 谢谢您 谢谢您 也这个作为华人 也多多的这个参与的 这些活动 也非常的有意义 我们也呼吁 我们的华人 能够多多的参与 我相信华人里面 大概有BPD的 可能也有 应该是有的 不大有时候 不大愿意谈而已 是的 谢谢你 谢谢 谢谢那位 那么有需要相关资讯的人 不妨直接跟暴准基金会联系 那么也希望大家 能够多多支持他们的活动 观众朋友 如果有什么新的话题 欢迎您随时写邮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